主燈秀最終閃耀 台灣燈會閉幕活動 依舊吸引不少人 主辦的台中市大家長如秀燕 特地換上跟志工一樣的 黃藍色衣服 感謝眾多志工的幫忙 一年以前 台中市政府臨危授命 臨時接辦2020台灣燈會 剛開始很多人替我們擔心 甚至有些人 不看好我們 結果我們全力以赴 辦出一場史上規模最盛大 展祺最長 同時最好看的國家燈會 系數一路籌備的辛勞 再加上展祺還受到 武漢肺炎影響 索性最後截至22日 總參觀人次達到1109萬 在嚴峻的疫情期間 辦燈會 是mission impossible 我們一邊要防疫 一邊還要辦燈會 我們的城市防疫工作 要做得比別人更認真 更嚴格 更安全 我們真的做到了 創下了奇蹟 交棒給下屆的主辦城市 2020台灣燈會 畫下完美句點 東神新聞 總共報導 大小的文化 我們應該在誰 都會訪問 我們的社會 全民族 都會 將來 尊重 這次 我們 都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